好,我们的镜头要继续带您到马来夏 在雅碧有一位民众 他原本事业有成 但是却突然中风 发病的时候不仅自己无法面对病苦 变得暴躁不安 一家人也都因为失去了经济支柱 苦不堪言 还好他的太太长期接触此季 在无计可失的情况之下 在家里装设了大爱台 半年之后先生突然说要吃素 两夫妻跟一起开始做环保 而不可思议的是 在做资源回收的过程 先生僵硬的肢体 因为不断的运动 骑机似的好转 也重新站了起来 不只可以行走 还可以扫地 到处做回收 愁容满面 现在变成了笑容满面 虽然因为中风只能用左手 杨武庆做起资源回收 一点也不落人口 佩服的是 如果我们一群人出去做慈祭 只要有人说 来好我们走 他已经在前面了 曾经他是一位赤炸商场的 木业老板 因为1998年金融风暴 负债让他必须变卖一切家产 来偿还 2002年又因为中风住院 人生的风暴接二连三 让家人一度难以承受 以前的杨武庆是孩子眼中的严父 是妻子心中不折不扣的大男人 中风后却连话都讲不清楚 从来没想过人生会有这样的剧变 他之前那么大男人主义 他讲一就是一嘛 现在到回来 他完全不能讲 要我去抓主义来决定说 他到底要怎样 他到底要什么 那个是很痛苦的 当时什么都不能做的杨武庆 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消磨时间 于是妻子慈文特地安装大爱台 几个月之后 他突然说要吃素 惊动了全家 妻子知道他打开了心门 也带着他一起走进慈祭的世界 带他去环保站 他就是站得好远好远的 然后慢慢是他自己了 他自己会先在周遭的旁边设垃圾 最重要就是他很喜欢扫地 很喜欢扫地 每次都将少把扫断了 还好个性坚强的洋武器 竟然不愿意向命运低头 跌跌撞撞 拼了命也要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右手不能动就用左手 两手完全无法完成的事就用嘴巴 说什么也要自力更生 现在夫妻俩不只承包学校食堂福利社 也包办校园里所有的环保工作 于是经常可以看到 他右手挂着回收桶 左手整理垃圾的身影 他每次都忙着谁啊 视频子耶 你知道吗 不是每个人做得到的耶 人生的路上狠狠摔了一跤 这才看见生命的价值不再拥有而在付出 我们不知道无常及时来 所以我们将这个 实际的理念落实在什么 就能够更扎实吗 心念转变的背后是妻子慈文一路温柔的陪伴 用慈祭的爱化解心中的刚强 如今夫妻俩在菩萨道上相扶持 一起走出人生的风暴 好 好 好